真诚希望扩大进口 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 今年我们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同时降低部分其他产品进口关税 今年11月我们将在上海举办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不是一般性的会战 而是我们主动开放市场的重大政策宣誓和行动 傍晚6点 泰美斯领袖号准备停靠海通国际汽车码头 这艘滚装船长200米相当于两个足球场 它约来了983辆进口汽车 每辆都市值百万 今晚这些汽车要全部转运到码头的停车场上 跟这个大副沟通一下今天操作的一些信息 杨强和他的11名队友们开始在密集的车辆间穿行 拆坝是卸载器成的第一步 今天太阳一晒这里面温度真的给烤箱了 因为我们这里是固定时空落子 我们是根据潮水上班的 它每天在潮水涨上落潮时间不一样 所以我们上班也不一样 983辆车3932个索扣 拆坝仅用了不到半小时 下面就没有了 在一半就对 对 在一半就结束了 66名司机已经在船边集结完毕 我们的太阳是领袖 那个卸货小车983辆 信号员协同指挥一下 好 接下来开锅 983辆车转运只用了6小时 高速 高效 有条不紊 这些建筑词都适用于海童码头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进口汽车滚装码头 每年40%的进口汽车 经由这里进入中国 反常的是 2018年6月以来 只有为数不多的货荣靠港 因为海童码头正在遭遇 开港以来最严重的货荣激压 到港车辆已经超过港口设计上限 以一辆30万元曝光价的进口车为例 2018年7月1号起 进口商在下调关税后至少可以节省3万元 所有汽车厂商都在等待关税下调之后再保管 海童码头严重压港 阳山港四期和专门划出的一块海关监管区域 作为进口车辆的临时停放场所 另有部分滚装船暂时停靠韩国新加坡等地的港口 等待7月1号新关税政策开启之后再前往上海 陆杰所在的报关公司承接了海童码头一半以上的汽车报关业务 没有车辆报关他们每天仅有少量单子要处理 这种悠闲的状态在2018年6月30号的深夜戛然而止 距离7月1号零点还有五分钟 东泽公司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 33名员工全部就位 办公桌上叠放着560票报关单据 今夜他们要完成21504台车的网上申报 现在开始第一票单证的申报操作 现在已经正常收到第一份回职了 那我们其他的品牌 好 准备起来了啊 都可以操作了 担心报关系统因为报关量激增而出现故障 技术不支援也在紧张地盯着屏幕 调票我还没有报警的话我不能发 谨慎起见客服主管吴亦凯又做了一次测试 我们品牌也比较多 那么我们先拿了一个相对 那个镜头量相对比较少一点的 一个商用车的一个品牌 去做一个第一票的一个测试 完了之后就是试一下 发送了那个海关的EDI之后 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税率 是不是降到了15% 然后最终得出的结果是 已经降水已经降下来了 有了有了 是是是发第一品 好来来来小伙伴们 大家都操作很长时间了 先去休息放松一几分钟 然后我们再回来重新操作 好吗 7月2号 进口汽车关税下调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陆杰和同事跑了三趟 才把所有单证抬进海关办事大厅 7月号机上全部是今天需要递交的曝光单 这是他工作13年来 报过量最大的一天 今天一共有600多 一天能报完吗 一天应该人都报完的 就关企业赋税什么时候赋完 就是对企业申报的电子数据 进行审核 根据这个电脑进行 电脑的这个风险提示 然后审核它是否存在许可证漏报 审核一票单子大概两到三分钟吧 警喷市的曝光对于海关来说 也是一场大考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原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21家分支机构和直属单位 开始统一以海关名义对外开展工作 关检融合改革 正需要一条大单来检验成效 你已经可以了 我这样一个我给你 对对对对 你查一次结果已经有了 没问题的 你就去好了 6月1号我们取消通关单以后 那么有些客户 他会有一种担心 担心说我现在不是没有通关单了吗 我会不会能放行得掉 关检融合后 冯家从原检验检疫窗口 搬到了海关办事大厅 相应的曝光流程也进行了简化 从6月1号开始 正式取消通关单 只要有我们发送的预处理信息 那么他就直接可以在这边来曝光受理 那么他从这个速度上来讲 理论上说应该可以快个半天 因为原先我们是串联 有了通关滩 才能来海关放行 那么现在变成并联了 他可以两边一起坐 一次申报 取消任何门槛 曝光的同时 在海通码头 针对进口车的查验 也在同步进行 随着手续半截 源源不断的车辆排着队驶离 延期的货轮又依次驶入码头 一天之内 外港海关共受理曝光单799票 涉及19414辆汽车 获值高达9.88亿美元 这座中国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 展示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和实力 留着短发戴着眼镜拿着手提包 脚步匆匆地奔走于客户之间 36岁的谢齐翰很事业性 休息的时候 谢齐翰露出了另外一面 女儿奴 这个36岁的父亲 在努力抓住每一个陪伴孩子的时间 2016年12月底的时候 一次体检 发现我的肺部的右上肺 有一个节节 他找到上海肺科医院 幻想会有另一个结论 但医生给出了明确的诊断 非小细胞肺癌 谢齐翰把诊断结果告诉妻子 那个时候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他宝贝的小女儿 还在强跑之中 肺癌是世界范围内男性新发病例最高 死亡病例最高的恶性肿瘤 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8年全国最新癌症报告显示 中国的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达429万 其中肺癌78.1万 占比高达18.2% 厄运来得突然 一家之主谢齐翰最先从悲痛的状态中醒来 积极寻找治疗方法 我们进行相关的病理学检查 以及全身的肿瘤的一个评估之后 发现不适合手术治疗 应该优先选择内科的系统性抗肿瘤治疗 经过基因检测 谢齐翰所患的是非小细胞癌中的 奥克阳性突变类型 这个类型只占肺癌3%到5%的比例 患者都较为年轻 谢齐翰从医生那里知道了 一个还算不错的消息 这种突变基因 已经成为肿瘤靶向药物治疗的拔点 我比那些不能吃靶向药的多一个选择 我假设靶向药吃了 后面到耐药或者无效了 我还可以用化疗药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就是利好消息 但是医生告诉我 靶向药是没有这些副作用的 它的副作用 虽然也会有一些副作用的发生 但是那些副作用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轻的 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了 第二代的奥克的一个抑制剂 已经在日本 在美国显示出了 有更加强的抗肿能的一个活性 患者使用了之后 它的一个有效的时间可能更长 并且不良反应更轻 一个又一个好消息 不断进入谢齐翰的世界 战胜病魔的新鲜直线上升 但这种新药并没有在中国上市 谢齐翰又被重重地拉回到现实里 一种就是吃现有国内上市的这个一代 第二个就是你通过国外代购 去美国或者去日本 要么吃印度上市药或者说是原料药 近十年来在美国 欧盟 日本上市的新药 有415个 其中只有76个已经在中国上市 201个目前正处在中国的 临床试验和申报阶段 生死之间 谢齐翰们对新药的需求非常迫切 当时医生跟我讲说 刚好有一个药物在做那个临床 那么这个药物呢 现在在国外的上市已经证明 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药物 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试一下 这种药正是谢齐翰的救命药 报名参加新药临床试验的患者 将分为两组 分别接受ALK阳性靶相药物 一代和二代的临床使用并进行对照 三分之二的患者可以抽中 接受二代新药的治疗 谢齐翰也在其中 比较幸运选到了这个二代的这个产品 那么吃了两个月的时候 第一次复查 零八节全部消失 又费的这个肿瘤2.5缩小到1.4 那当时我就更加有信心了 谢齐翰接受新药临床试验的同时 制药企业的高级注册经理董燕平 也在为这种药物在国内上市做准备 努力的希望它能够在国外批的一年之内 在中国就批准 以前的话这个时间创至少要差不多4到5年吧 我相信未来肯定还会更快的 因为现在不是有接受境外数据吗 比如说对于罕见病那国外的数据如果它质量可以接受 然后这个也提示了在中国人身上的一些疗效和安全性的话 有非常急切的临床需求 它有可能直接就基于国外的数据就批了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那个时间创就会非常非常短 对一个新的产品国外上市到中国上市 我估计可能一年之内肯定就没有问题了 2017年11月这种药物获得美国FDA批准 用于治疗奥克阳性非小细胞肺癌 新药在国外上市的一年内可能也在国内上市 这样的速度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最大的变化是我们药金局它的审评审批的加速 它的审评审批加速有和国际接轨 比如中国加入了ICH 还有药金局也投资了大量的投资了审批人员 和他们的能力的提高 创新境外新药进入中国的加速 其实不仅仅让老百姓获益 也促进了我们医药产业的发展 作为人口基数接近14亿的孕药大国 如何加速新药上市 满足临床需求 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相关政策一直在朝前突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调整进口药品注册管理有关事项的决定 自2017年10月10号起实行 其内容包括 境外未上市新药经批准后 在境内拜同步开展临床试验 这一重大紧缩 不仅大大缩短了创新药进入中国的时间 也被认为将推动我国新药评价体系快速进入 倒逼中国制药企业 向国际水平看齐 像以前要批一个临床研究方案要做临床试验 快的要一年半 甚至哪年三年都有 那现在基本上成了60个工作厅就给你批下来了 这项研究项目只要能力委员会批准了 我们就可以玩了可以做了 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 所以现在拿临床研究批准速度快了 越来越快 那是个好事 我们新药就更多的进入临床的机会 我们并来有更多的享受新药治疗的机会 很好呀 我也没什么副作用 正常上班 然后正常办公 今天刚刚从宁国过来 因为这边越来越客户要去见一下 我也希望国家对这种救命的药物 进入中国的时间越来越快 能够尽量跟欧美 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面进入 那么第二呢 进来之后 也希望这些药物的价格 能够相当清明一点 决定从今年5月1号起 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物 我们今天开始不够对进口抗癌药 实施零关税 抗癌药是救命药 不能事降能价格降 必须多错病毒打同中间环节 在近日呢 还启动了接受药物减价 境外零层器人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 以近日就念您 现在我的规划变成的是平平淡淡 可能在长的眼里觉得说 看到子女结婚甚至很正常 但是作为我来讲 可能是有挑战 但是我有信心 去年5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 在上海设计 要借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今年11月份将会在上海博览会各项策对工作正在展 2018年6月14号 进口博览会 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展前供需对接会 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35家境外食品及农产品参展企业 与36家采购商深入洽谈 食品及农产品展区计划占用两个场馆 总展览面积约约6万平方米 在首届进口博览会开幕前 像这样的对接准备工作 做得越细致周密 保障就越高 王斌杰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展区负责人之一 一连串的沟通之后 王斌杰又重新做回电脑前 我看一下我们的图 根据我们企业变化情况 可能需要调一下图 这是什么软件 这是两个叫Cd的 之前不会 为了这个工作才学的 这蛮难的 难在哪里 因为之前一直没接触过嘛 所以它怎么倒怎么弄 所以技术性要求蛮强的 这就是王斌杰的日常 他负责的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参展企业数目有200多家 需要处理的事情已经应接不暇 而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将会有约2800家企业参展 应建筑馆的食品及农产品展区 是首届进口博览会 参与国家数量和企业数量最多的展区 包括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千余家企业 招找系统的账号和密码 发给每个企业 跟他们去填写他们企业的一些企业信息 产品信息 到时候我们给他资证 包括他们做会刊的一些宣传 都会用得到 我们每个企业的账号密码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可能1000家企业 就得发1000个邮件 半年的时间里 应建的发建箱里 已经积累了2751封邮件 这还只是他工作的一小部分 电话和微信的沟通 比邮件更为频繁 更不断有企业到访 需要实地陪同进行沟通 首届意味着没有经验 意味着创新 工作团队的目标 是让所有参展方都留下美好印象 认识开放的中国 感知中国的效率 现在就在食品展区的一个展馆 我们靠近那个办公楼的整个区域 这整个区域呢 是我们都做了很多的一个规划 根据各个展品的类别 不同的专业类别 做了一些分区 比如说在右手边这一块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农产品区域 这块区域的话 会有非常多的一个企业 那个农产品的500强 和龙头企业在这边 像这一小块的区域 目测下来会将近有60到70家的一个企业 会在这边分布 每个企业的大小位置和方位 我这边其实心里都是非常有数的 我们的工作呢 就是和这些企业去主意的对接 确认他们的一个位置 那个他们在运输啊 在办理证件方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给他们做解答 贝尼称为四叶草的国家会展中心 总建筑面积近150万平方米 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建筑单体和会展综合体 首届进口博览会企业展 最初规划为7个展馆 展览面积21万平方米 截至6月底 累计超过4000家企业报名 展位供不应求 展览面积扩充至27万平方米 但仍然难以满足全部需求 截至2018年6月30号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企业展 参展报名工作结束 从2018年7月1号零点起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开始接受 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企业商业展 参展预报名 我们把相关的问题提出来 希望相关人家给我们一个指导 海关国际领导 你们好 我是负责食品及农场并展区 招展工作的 我叫应建 没有取得配方注册的 是不是意味着他们通过跨境电商 进来的像英文来款这块 是不是就不能参展 没有中文标签的 特别是预报装食品这块 他们是不是在参展方面 是不是就不能进来了 开幕时间临近 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加速棚 上海海关上门为博览会工作人员 做培训 服务千余家企业的英建 一口气问了十几个问题 像这样的支持工作 其实每天都在进行 以国家会展中心为核心区域 以虹桥区域为重点区域 智慧公安建设 周边配套道路建设 场馆周边景观提升 架空线入地等项目 均已全面启动施工 上海的城市美观度和通行效率 在不断提升 中国海关总署于6月底 发布13条具体的便利措施 包括通过单一窗口和互联网加海关 实现进口博览会信息一次备案 设置专门通道 优先办理手续等 这场开创性的省会 除了切切实实地 产出一连串的改革举措 更是中国主动开放市场的 重大政策宣誓和行动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新起点 中国正在揭开下一个辉煌篇章 扩大进口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看到全世界的商品 倒逼中国创新产业升级 更多的优质食品 扩大进口对我来说 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成 对我来说意味着工作量的增加 对我们海东马洲是一个机遇 也是一个挑战 扩大进口对我来说 意味着更多的业务机会 增加我的个人收入 增加了行业的机遇 工作量增大了 要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 通过进口博览会 我希望价格可以更清明更实惠 老百姓的生活更丰富 看到有关于摄像东西 我肯定会非常开心 要健康一点的 新颖一点的 带有一点科技性的东西 买到更多便宜的化妆品 还有护肤品 这样我就不用出国 扛那么多回来啦 我希望在进口博览会上看到 无人车走高科技的产品 2018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国际进口博览会 进口博览会 2018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上海等你 我在上海等你 我在上海等你 我在国家汇能中心等你 食品集中产品产品区 欢迎你 2018我在上海等你 在上海等中国汇能 б 不过 现在歌词 放下 preoccup